就是我们特色公园的改造计划 幼儿专属滑步车公园 还有一个老人专属的锤球场 加勒福篮球场公园 长年以来让附近的民众 饱受噪音的困扰 使用年限以及场地老旧 急需更新 为解决住家的安宁 以及保障我们青少年运动的权益 该区计划 改成儿童滑步车公园 以及锤球的风雨乐园 让长者能有一个 可以取聚家长的一个完善的场域 而县镇公园也因内部设施年限 急需改建 原有的篮球场 去引了许多各阶层 爱好篮球的民众使用 原场地已经不服民众来使用 该区将征设多座篮球场 让更多的球友 挥洒汗水运动健身 右侧公园也将同步改成 附幼的亲子公园 增设休憩野餐空间 幼童专属设施 让我们的老 中 幼 青年 都能有适合的地方 从事健康休闲的活动 其他公所管辖的公园 如果到了使用的年限 也会依周遭人口的环境分布 我们民众所需要的公园 来做一个改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